韩国演员孙泰英父亲于7月12日上午离世,昨天出病下葬 孙泰英一身黑衣难掩悲痛心情,痛哭不止 而老公全向右抱着岳父的一向现身,眼眶泛红,难掩悲伤之情 报道称孙泰英的父亲平时就患有慢性疾病 但亲人离世的恶好仍让家人非常震惊,万分悲痛 但在父亲去世当天,孙泰英还忍着伤痛进行了电视剧《最家里顺心》的拍摄 据剧组透露,孙泰英本人认为不能因为自己耽误电视剧的拍摄表达了投入拍摄的意愿 因为戏份不是很多,不会用太长时间结束拍摄后会直接回到父亲的灵堂与丈夫全向右一起守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affects谢谢观看